MWC 2018大展上发布全球首款搭载骁龙845处理器的Galaxy S9和S9 Plus 大家都知道除了骁龙845之外 S9系列同样会提供三星自研处理器Exynos 9810的版本 骁龙845的性能昨天已经公布 安兔兔跑分超过了26.6万分 Geekbench单核2454多核8386 叫骁龙835单线程提升了20% 多线程成绩提升了28.6% 而在今天有微博网友曝光了A族Exynos 9810Geekbench的跑分截图 按照图片来看 其单核心成绩高达3468分 多核成绩8894分 逼近9000分的大关 截图中的SM-G960F正是欧版的三星S9 但内存容量只有4GB运行安卓8.0系统 针对该数据 目前Geekbench已无法查询应该是已经被删除了 如果跑分成绩属实 那么Exynos 9810整体实力要比高通骁龙845更胜一筹 尤其是单核成绩十分亮眼 在这里除了听到新粉们的欢呼之外 我仿佛还听到了妹友们在高歌呢 你有听到吗 小米在2017年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在接下来的2018年 米粉们则是有更多的期待 现在据外媒报道称 在本届MWC大会上 小米将同时发布小米MIX2S和小米7两款重磅新机 企图会搭载骁龙845处理器 不过两者在定位上有一些不同 小米MIX2S将是小米的新旗舰 屏占比小米MIX2更进一步 除了顶部有一枚极小的摄像头开孔之外 其余再无多余的地方 整机的屏占比近乎百分之百 当然这都是目前的YY真不真实还无法确定 而小米7则是它们高性价比走量的机型 至于国内上市时间 其会定在3月中旬 不过价格相比之前都应该有所上涨 所以感情具的米粉们压碎钱可以攒起来了 做等新机的到来吧 除了定位旗舰的小米新机之外 红米系列一直也是小米公司的热销机型 在红米5和红米5Plus发布之后 按照计划接下来要发布的应该就是红米Note5了 现在从国家质量认证中心显示的情况来看 一款型号为MEC-T7S手机获得了3C认证 而之前MEE7S和MET7S也获得了相同的认证 这三款机型对应的应该会是 红米Note5移动电信以及全容通版本 三款手机标配了5V2A的充电器 并且由樱花达龙齐富质康三款工厂代工 定位也会是中低端手机 其中顶配版将确定首发骁龙636处理器 4GB的运存并且后置数牌双摄像头 而标准版将搭载骁龙630处理器 内存3GB起步内置4000毫安斯电池 手机背部为金属三段式设计 同时还提供了指纹识别 售价方面低配版1499元左右 高配版则预计在1799元左右 给你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哦 此前有效益成索尼大BOSS瓶颈依夫 将在4月1日正式辞任CEO一职 这让众多索粉们很是不爽 纷纷表示以后姨父的微笑还要如何守护 而就在今天却又有一条 令索粉们更为兴奋的消息 有爆料大神放出了一组搭载 骁龙845处理器的索尼新机的安兔兔数据 该机型号为H8266搭载骁龙845芯片 拥有万年的4GB运存和64GB的存储空间 提升了Adrenal 630的GPU 从2160x1080的屏幕分辨率来看 该机将是索尼旗下的首款全面屏机型 据了解该机很有可能是 Aquire XZP的第二代产品 至于这款手机到底还会有什么惊喜呢 只能说是拭目以待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扫码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体现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